然后咱们再把这个 这个棍往里插 对 往里插上 对 然后咱们 来 开始宝吧 一起干 这么大的灯泡 对 这叫高压狗灯 狗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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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这个 看效果 怎么像引爆是 好 来 老师给我们写一下 我们去干什么呢 这个灯面对的是 前面的幽黑的大山 然后所有的昆虫 看到这个灯之后 它们喜欢这个光线 就飞过来了 然后一会儿 这个幕布就会固满了 各种各样的昆虫 灯有半小时后 由成员到白幕前 拍摄稻场昆虫的照片 交给老师确认 如果有超过 20种以上的昆虫稻场 则每人可以获得一枚派币 然后咱们先去观察室吧 好 走吧 我们听说莫甘山是一个就很多 昆虫是你在别的地方看不见的 对 刚才在那一户上 萤火虫那已经挺震撼的 对 没见过那么多萤火虫 所以说就我们其实日常在城市里看到的虫 就那么几种 蟑螂 蚊子 蚊子 还有些什么 鹅子 这些是昆虫吗 不是吧 鹅子还不是昆虫 鹅子不是昆虫 好 老师 帮我们先复习一下昆虫的定义吧 昆虫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定义 六条腿 两对翅膀 但是有一些昆虫它会失去了一对翅膀 退化了 也算 对 比如说我们的蚊子和餐蚊子 只有一对翅膀 人家餐蚊也有六条腿吗 对 都是六条腿 当然了 这都不观察生活 作为一个演员 万一那天让你演蚊子呢 你咋这样 对 你这角色一直让范澄澄抢走了 这里可丢蚊子了 爆炸了这个虫 所以说只要开六条腿 都是昆虫 百分之九十都是昆虫 那百分之十是什么 昆虫的亲戚 比如说我们的跳虫 跳虫就在图栏里面会跳的那种 是跳蚤 不是跳蚤 就在湖上会飘在湖上 图栏里边听啥呢 图栏里面跳的那个 但是 但是我们说的蜘蛛呀 乌冬啊 都不是昆虫 那它们算什么呢 蜘蛛叫 是什么类的 节肢动物 哦 就它们有关节度 对 昆虫也是节肢动物 它只是节肢动物下面的不同的肝 蜘蛛是猪形肝 昆虫是昆虫肝 哺乳动物是哺乳肝 鸟类是鸟肝 肝就是肝木科属种肝 是一个高级节鸟 那我们这一类属于人肝 这个可以 女人肝 补鲁肝吗 女人 你刚才说完 你是一秒钟才说 你咋回事啊